曹操随手往门框上写了个字 立马就跳出个董哥 杨修总算抓着个露脸的机会 赶紧去找成像要工 可屋里却只有几个仆人一盒点心 杨修仔细一问才知道 这是西凉马腾送给曹操的礼物 而曹操却连碰也没碰 只留下了一盒苏三个字 杨修略加思索 顿时恍然大悟 来来来 你们把它分拾了吧 丞相没有发话 我等怎肯动态 只管听我的 丞相定然不会责罚你们的 大家刚吃了一口曹操就回来了 谁让你们吃的 丞相不是在那盒子上面写着 一人一口酥吗 所以在下是奉丞相之命行事 杨修 你很机名啊 杨修短短一天之内就封关了两字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司马懿的耳朵里 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聪明 真聪明 聪明到这个地步的人 命也不长了 司马懿太了解曹操了 他是个典型的帝王信性 既希望臣子能理解他 但又不能太懂了 杨修虽然脑子转得快 情商却是负一败 非要点破曹操让大家嗜毒的心思 以此卖弄自己的聪明 那曹操能搞兴吗 一个臣下要是处处看破了丞相的心机 那丞相还有何恩威呀 恩威难测才是真正的恩威 司马懿仅凭着义和苏就看透了杨修的命运 他由此推测出曹操要对付西梁马腾了 得知曹操已经封了马腾大将军 让他南下去讨伐孙权 司马懿便以此为题考考曹操 曹操仔细一琢磨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曹操是要趁马腾进攻谢恩把他扣下 借机把西梁军一网打尽 曹操也觉得自己至少有八成成算 可还没等他出手 西梁就自己先乱起来了